您去過東北角海岸 新北市的馬剛跟卯澳漁村嗎 當地最著名的就是這些 走過百年歷史的石頭屋聚落 但您知道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 現在正瀕臨 消失的危機 因為近年來財團大規模收購土地 並要求石頭屋的居民拆屋還地 他們現在面對破千的危機 如何保有家鄉傳統跟生活的風貌 帶您一塊來看東北角的漁村故事 他的柱子的地方啊 他是用那個舊地取材 這樣砌成的 為了抵擋冷冽的東北季風 還有夏天的強勁颱風 拓肯的鮮明 打造出東北角的特色建築石頭屋 目前在馬剛 也有二十多棟的石頭屋 經歷百年屹立不搖 如今卻陷入傳統歷史文化 恐將斷根的困境 近年來開發公司在馬剛大量構地 甚至豎起了上這樣的告示牌 未來這裡可能規劃成遊樂區或是飯店 也讓在地居民面臨了破千危機 過去整個東北角 其實石頭屋是非常多的 那但是因為隨著這種都市的開發以後 大量的被改建 那這次機會假設沒有掌握住 那我們就看到 台灣的歷史就在這塊土地上 一塊一塊的消失 從清代逐漸發展的馬剛 居民一海而生 但多年來只有地上泉 土地卻是向地主承租 近年來開發公司收購大約八成的 石頭屋建築群土地 2018年更進一步控告居民 要求拆屋返地 二十多戶面臨拆遷 土地主都不跟我們說我們這個 宅財團的賣去的都不說 如果那個家裡賣去 沒有家裡賣去 那家裡賣去 那幾萬塊錢都賣多久嘛 對嗎 以前的祖公都沒有說 竟然這個地 好像有隻魚人吃就好了 不想說那個地白人蚵 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現在這裡都賣財團去了 這裡在地 這個地方假使大家都不去關心 長期不去注意的話 那它很可能就是成為 被掠奪的一個目標 我跟我太太就想 那不行 我們一定要讓這個地方 就是發光 利用網路力量 宣傳馬剛之美 這個吉東秘境 漸漸受到關注 結合當地居民 推出導覽體驗活動 並和環團學者合作 共同守護馬剛石頭文化 事情來了就去面格 因為如果這是我們夢想 住一輩子的地方 那就盡力去保護 馬剛的文姿守衛站 仍是現在進行式 而這樣的危機感感染了附近 距離只有兩公里的茅澳漁村 這是茅澳具有一百四十年歷史的 無家樓子措 後代之一的楊玲瑞 砸下千萬元整合產權 希望透過官民合作 尋古法整修復舊石頭屋 未來開放公益使用 媽說這個東西 大家跟團結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動力會加強 我要付出行動 因為我們在地在這裡出事 是對這個土地的那種 那種的感情 跟那種技術 老漁村樸實極靜 在不經意的角落 總有讓人驻足感動的驚喜 面對開發危機 他們該走向何方 少了政府文姿保存的保護傘 居民靠自己力量 是否能守住純樸美麗的原始風貌 無論結果如何 一場場行動已證明 在地居民 對文化的認同 這些都是他們心中 珍貴且驕傲的資產 記者陳希君 張樹瑤 專題報導